走进电雨院 台南市长黄伟哲 自掏腰包包场 纪录片如常 请市府一级首长一起观看 其实有句话叫做 公门也好修行 其实我们生活里都可以修行 那也许各位担任公补 为市民服务 那更是修行的一个好的一个地方 记录着台湾小人物丰富的生命力 大家看完都红着眼花 感动久久散不去 谢谢大家 感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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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各位 透过这样子 很多民间的一些力量 来协助来做这些实践工作 那当然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 还有高雄慈悸志工也包场 邀约亲友来观看 我们今天很幸运 来看到这么样的一个纪录片 也发挥我们生命之中 启动我们一些可能 偶尘书室里面我们 普通可能会去忘记的一些事情 他以后有机会 我有掉了时间的时候 我也很乐意去加入 一如平常却能如此触动人心 期许这样的感动 能泛起更多爱的涟漪 大爱熊珍夏美之宫 高雄台南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